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 横与横之间保持平行 横与口要对正 这样中间是一个比较正的这么一个形状 斜钩写的时候要注意中间要细 撇要出锋 要尖 左边这个撇先直再撇 这也是汉字结构的一个特点 左直 右斜 横都要左低 右高 扬上去 大部分笔画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 只有斜钩上边出去 下边出来 这个字的结构就分析完了 这个字里有一个重要的笔画 割钩也叫斜钩 一起来看牛耶书法的笔画分解动作 割钩下笔角度要注意 这个角度下笔 顺时针转笔 斜过来要细 逐渐加粗 比较碾一下 笔杆倾斜 然后兜住外边 逐渐逐渐地往上走 这样出锋 这个构构有一个特点 第一 腰腰细 第二 出锅要饱满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调整好毛笔 下笔以后 顺时针转动毛笔 碾动笔杆 保持中锋 逐渐加粗 之后笔杆向这边倾斜 斜过来 逆时针碾动一点 一碾 我们就把下边这点碾实了 碾实以后 顺时 拢住笔好 不要松懈 慢慢地向上提 下面我完整地把这个字写一遍 撇 先力气点 然后再加大斜度 横 左低右高 横跟口要对正 要保持向上扬 虽然横斜度比较大 但纵向 横跟口要保持对正 隔锅要斜度大 腰腰细 下边要舒展 要长一点 出钩要饱满 撇 注意撇的方向 这个字就写好了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 牛爷的书法儿歌 一起练习 小太阳人 你最近的书法练习 合体字写的怎么容易分家了呢 真的吗 大概是他们最近在吵架吧 所以分家了 写书法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注意间距 一个是注意他们相互的关联 嗯 明白 就是合体字的部首们 要拉手收 做好朋友